哈哈哈哈 山上怎么冒烟了 打到着火了 哈哈哈哈 居然有人赶在树林里点火 胆子真是太大了 哎呀 谁把我的火浇灭了 财火都湿了 我还是再去找点吧 哈哈哈哈 怎么又冒烟了 那到死灰火了 这回应该不会再着了吧 谁这么坏 又把我的火浇灭了 又得重新捡财火 哈哈哈哈 又冒烟了 这也太邪门了吧 到底是谁在点火呀 没人呀 好 这这这 不会闹鬼了吧 袍子 你个小吃货 先等一下 人还没到齐呢 大嘴又跑哪儿去了 是 你看那边怎么冒烟了 森林里有标语 不能烧火的 走我们去看看 护林员爷爷 发生什么事了 可算见着活人了 吓死我了 有人没劲 在那边点火 结果这个火呀 我泼面一次又烧起来 泼面一次又烧起来 可把我累坏了 这大白天的难不成闹鬼了吗 爷爷 你别害怕 怎么可能闹鬼呢 我们去看看 这些东西还是生的 不会是有人 你想在这儿烧烤吗 难道是大嘴跑着点火 可赶紧把人找出来呀 这可不是野营币 万一着火就麻烦了 别担心爷爷 我帮你找 你们看 这边这么多脚印 一定是因为爷爷不断掉水 地面已经湿透了 这个大一点的 是爷爷的 这边凌乱的脚印 是我们的 唯一不同的 就是这边的一排的脚印 嗯 这个脚印 你看起来和我的大小差不多呀 难道点火的真的是大错 算了 我们先顺着脚印 找到这个人吧 怪小道 你们在干嘛呀 大嘴 你在这干嘛 你手里还拿着打火机 这个材 是你点的吗 这什么材 这可不是我点的 我刚才去三餐班的营地玩了 刚回来 这个打火机是我在前面捡的 蛤 我都打火机哪儿去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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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蛤 诶 二小道 张老师 你看看 你找大火机干嘛 哦 那堆火 是你点的吧 对呀 我们班同学带着吃的 都太low了 我的烧烤绝对全场第一 嘿嘿嘿嘿 天呐 森林防火器内是禁止一切用火的 而且入口还有警示牌 眼镜携带火种进入 消防法第64条规定 因过时引起火灾 数十日以上 十五日以下拘留 还要罚款 这要是真的着火了 你麻烦就大了 啊 哦 我只是想做一顿烧烤而已啊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们看见对面那座山了吗 之前有一个游客 把烟头扔到了地上 风一吹 火就烧起来了 尽管救援及时 那还是有几百棵珍稀树木 全都烧光了 损失了五十多万了 天呐 这么可怕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刘淡淡 你不是让李老师带你去全防战 好好学习防火知识 你还要写节套书 我太难了